在经济迅猛发展,科技不断进步的如今,越来越多的是千篇一律的网红脸,没有丝毫特点,身处演艺圈之中,也不再需要有多好的演技,只要能引起热度话题就能出道。 而那些曾经处于纯真的年代,各自有着各自不同美貌的女星们,不禁让人怀念万分。 杨若曦便是这么一个极容貌与演技于一身的明星,因为自小恋舞蹈的原因,她显得尤为气质非凡,加之她亲历的容颜,为她闯荡演艺圈提供了不少,捷径。 杨若曦的第一部作品《男孩女孩》,虽然没能让她一举成名,但幸运的是,她遇到了人生中的伯乐张国立。 杨若曦和张国立一,康熙微服私访纪一,结缘,后来又一起合作拍摄了了众多优秀的影视作品,《不依天子》,《财神道》,《康熙微服私访纪三》等。 实力逐渐得到外界认可的杨若曦也积深记录了国内一线小花的行列,片约不断的她并没有把自己局限在同一类角色之中,她不断努力地尝试突破,以提升自己的演技。 事业虽然红红火火地往前不断发展,可杨若曦的感情生活就不那么一帆风顺了,康熙微服私访纪,是她事业的里程碑,给她带来了贵人,同时也给她带来了灾难,她因仔细认识了男性刘薇。 彼时已经45岁的刘薇随即对杨若曦展开了热烈的追求。 而杨若曦纳会才22岁,年少不惊世的她迅速被刘薇的种种甜言蜜语攻陷,两人就这样开始了一段让人唏嘘不已的,妇女恋。 不出意外的,杨若曦的父母对此时坚决反对,认为刘薇是在欺骗自己的女儿,更是毫无客气地把她告上了法庭。 而一心沉溺爱情之中的杨若曦哪里听得尽父母苦口婆心的劝阻,表示坚决要与刘薇在一起,两人还穿情侣装高调秀恩爱,就这样在一片生讨生中,两人还是历经了七年的爱情长好。 可在2007年,刘薇却不言一句,如人间蒸发一般消失,徒留杨若曦一人。 崩溃的杨若曦曾在发布会上抑制不住痛哭出声,表示希望刘薇给她一个说法,后来才终于得知,刘薇是出轨跑到了美国结婚生子去了。 杨若曦一度无法从这个重大的打击之中缓过来,一度暴受近20禁,更是多次在媒体面前气不成声,着实可怜至极。 然而刘薇不珍惜这个痴情的女子,自然有人珍惜,杨若曦的现任丈夫连一鸣和她因历史的进程,相识,或许是因为连一鸣也曾经历过一段不美好的感情,两人也算是同病相连,最终发展成为恋人。 2011年,杨若曦和刘凯薇在重庆结婚,时隔三年,两人迎来了他们的孩子。 杨若曦也逐渐慢慢淡出了演艺圈,把重心转移到了家庭之上,问及连一鸣为什么会爱上杨若曦时,连一鸣回答说,我们的经历让我们成长,坚定,更懂得珍惜彼此。 过去的一切都不需要再去提及,她全是如今幸福生活的垫脚石。 如今嫁为人父,已为人母的杨若曦十分开心美满,也希望今后她能一直被生活后代,特别声明,以上文章内容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,不代表新浪看点观点或立场。 如有关于作品内容,版权或其他问题请于作品发布后的30日内与新浪看点联系。 又括号点